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咱们一会儿要使用的一个数据它是长什么样子 对于咱们一个中文数据啊,最好的一个数据员啊,就是那个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里啊,它有很大很大的数据 这些呢,就是给大家列举这个网站,到时候会把这个网站发给大家 这个网站里啊,它包含的就是关于维基百科当中啊,一些它收落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打开一个看一看 我先找一个比较小的给大家来打开吧 看一下它是多大 这个越野八十兆,越野八十兆应该能够打开 可能啊,得稍微等一会儿 在这里啊,我们可以下很多个数据 我们来看,先来看这个吧 这里边其实呢,正常情况下咱们对于这个维基百科啊 它下下来的数据啊,是一个,就是一个繁体的 我们来看,它都是一段一段话 然后呢,包含了一些关于啊 就是包含了一些啊,关于咱们的 反正就是很多个信息嘛,然后具体 它里边总共包含多少信息啊,我也没查过 反正就是,咱们只需要关注的一点 就是,它是一系列的句子 或者说是一系列文章 这些文章可能介绍的某个知识点 那关于这个知识点啊,我们也不用去管 它具体介绍什么,反正呢 它就是一些繁体中文 在这些繁体中文当中啊,我们来看 这是介绍了一个歌手 然后这个歌手当中啊,他是 这个人是什么什么样的 就跟咱们比较熟悉的那个百度百科啊,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说那个百度百科啊,我们没办法给它下下来 但是呢,对于这个维基百科啊,我们可以给它下下来 下来之后啊,我们就可以看啊 它的介绍了一些人,人的一个生平 还介绍了一些事儿 反正就是比较常见的 你可能去查的一些东西 那有了这批数据之后啊,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下下来的数据 虽然说啊,它的量很大 但是呢,它是,嗯,它就是一行 我们来看 这是一行吧 比如说这是介绍了个什么东西,我也没看懂 然后呢,这是一行 一行啊,表示着介绍的是一个词条 那这一个词条来说啊 嗯,首先最大的问题 它是一个繁体的吧 那我需要的什么 我们对于咱们来说 咱们肯定需要的是一个简体的 所以说啊,我先要把这样一个繁体的 转换成一个简体的 我还需要什么 这样一个词啊,它还没有进行一个分词吧 没有进行分词 咱们怎么样做这个word to letter 还没法做吧 所以说啊,一会儿我还要对这个文档啊 进行一个分词的工作 这个啊,就是咱们一会儿接下来 要进行一些预处理的工作 在这里啊,这是我下的一个比较小的 它是一个100多兆的 然后呢,可能啊 我之前下过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比较大的,我找到哪儿去了 大概是一个,我看是不是这个吧 也不是这个 是哪个词 我之前啊,在这里 在这里啊,我下过一些比较大的 大概啊,是一个,一个G吧 我记着是900多兆啊 这块我记着还有下过一个1.3G的 就是说在这里啊,咱们可以 呃,就是维基百科这里边 我们可以下很多个资源 咱们下什么样呢 咱们就下这个articles 我们来看 比如说这里有一些时间节点啊 时间节点其实对我们影响不太大 如果说你想下比较小的呢 我们可以下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下个178兆的啊 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想下一个比较大的词条啊 你下上面这个1.3G的也是可以的 但是啊,我们需要下的格式 是这个.xml.bz2啊 需要下这个格式 一会儿呢,我们会把这个 其实下的下来啊 是一个xml的格式 我们可以啊,把这样一个xml的格式啊 给它解析出来啊 在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 你要下数据比较小的 你就下一个100多兆的 你想下一个比较大的 你就下这个1.3G的 这两个啊,我都是下载比较过 然后还建模的 其实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啊 就是一个 你输入的数据量是不一样的 那输入的数据量不一样 会对我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你是一个小规模的数据啊 对最终的结果可能不太精确 但是呢,你的数据量稍大一些啊 最终结果会稍好一些 这里啊,只是一个1.3G的一个数据 正常情况下我们需要越大 就是说越多的数据肯定是越好的嘛 越多数据咱们能就是训练模型啊 拿进来的词语是越多的 这里啊,也是推荐大家就是下这个1.3G的吧 下1.3G啊,可能用不了一段时间 如果说大家下的比较慢的话 我到时候啊,会把咱们的 这个客价还有咱们的所有的资源啊 都上传到网盘里 大家啊,直接在网盘里进行一个下载啊 也是可以的 最好啊,使用一个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到处你测试起来啊 它的效果是比较准确的 比较小的这个啊 它的效果一般不是太好 但是啊,也能看出来是有这个意思的 这里啊,就是说咱们第一步啊 需要把这样一个数据给它下好 数据下好之后啊 第一步我们要干什么啊 第一步来说 嗯,它是不是一个繁体的 就是刚才给大家看 刚才给大家看了 它这个东西是一个繁体的 那对于一个繁体怎么办啊 对于一个繁体的 我们首先要给它转换成是一个简体的吧 嗯,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工具啊 叫做一个OpenCC 这个OpenCC这个东西啊 就能够帮咱们去做这样一个 嗯,语调数据库的一个繁体到简体的一个转换 这个东西啊,就是我已经给它下好了 大叔说大家也不用费劲了 嗯,它这里其实有个下写地址 这个下写地址里啊 到时候也可以把地址发给大家 咱们下哪个 咱们下这个1.01 然后Win64.7Z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下载就是这个 下载完之后呢 它是一个解压包啊 然后我们就解压到一个位置 我们来看 这个解压完之后啊 它有一个点ESE的程序 这个ESE程序啊 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执行 一会儿呢 我们就用这个EE程序啊 帮咱们去做这样一个转换 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啊,该怎么样去做这个转换 嗯,我们这个Promit就先关了 然后我们需要先把你的一个命令行人打开 命令行人打开之后啊 然后进到你的一个OpenCC的一个目录啊 在这里因为我直接进来了 我就进这个OpenCC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不是有一个ESE文件吗 然后在这里啊 就是我把我的一个 嗯,之前这个900多兆 我可能打不开了 就是我可以 我把这个复制过来吧 就是我的一个100多兆这个东西 刚才咱们看的是这个吧 我打开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一个100多兆的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繁底的给它复制过来 因为呢 嗯,它现在啊 需要我们在那个 就是解压好的文件夹当中 去做这样一个转换操作 我们只需要啊 把这样一个文件夹 复制到我们的一个OpenCC的 这个文件夹当中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 我先直接先复制吧 复制到我这个OpenCC来 我给它复制一下 这个比较慢 还没有打开 正常情况下 咱们就是举例用一个100多兆的 其实啊是比较可以的 但是呢 在这个World2Vector里啊 我们就是 基本上咱们的一个思想就是 能有多大的就用多大 最好的一个语料库啊 就是咱们这个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里啊 它这个数据量比较丰富 而且呢 我们车意啊 直接给它下下来 如果说啊 你不想用这个维基百科啊 到时候你找一个小说 也可以啊 找一个小说 然后你去分词 分词之后 组成好我们的一个数据源 然后把它进行一个 World2Vector建模啊 其实也是可以的 咱们这里啊 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个标准的格式 通常啊 就是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都是 很多人啊 都是拿这个维基百科 去做这个东西 不弄了 不弄了 不打开了 打开太卡了 我现在打的东西太多了 我直接啊 打开了一个大好的 那个维基百科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然后-欧啊 就是你要输出的一个结果 这里啊 我们来执行一下啊 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反正执行的时候 它也是什么都没有显示 然后直接啊 就会帮我得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这里啊 我就执行过了 所以说就不给大家再演示这个执行了 给大家看一下执行完的一个结果 执行完的一个结果啊 之前啊 在这里 这就是我的一个test的结果 给它打开 我希望它能 希望它能打开 别再出错了 在这里我们看我们杠勾是test.tit吧 我就把这个test.tit打开了 这个格式啊 到时候大家就别改了 其实opencc啊 咱们只是当一个工具去用啊 就是做一个繁体到一个简体转换 其实啊 它没有任何东西 只需要我们解压一下 然后进入到我们opencc这个目录里边 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可能啊 我们需要把咱们的数据复制过来 然后生存数据啊 我们再给它复制回去 就是复制到我们的一个啊 就是ID的一个环境当中来 嗯 这个可能有些慢啊 咱们先不管 咱们先不懂它 然后再给大家说的 就是说 关于咱们的下载完的数据啊 下载完的数据 其实它不是一个XML文件吧 就是这个文件 这个啊 是我正常下载完的一个文件 然后它是1.3G的 那对于这个文件 我们先需要进行一个处理吧 就是把这个文件 怎么提取成一个.tit的文件 嗯 在这里啊 已经是有这样一个 已经是啊 就是有咱们的一个提取的一个脚本文件了 到时候啊 大家直接用这个Process脚本文件就可以了 这个脚本文件 其实用起来蛮简单的 我们在这里呢 脚本文件具体它是怎么做什么 咱们就不说了 已经是维基百科当中了 给咱们做好的这个东西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打这样一个 打这样一个命定 Process文件不在这儿呢 然后我们用Python 执行一下Process这个文件 我们需要输进来两个东西 第一个参数啊 我们来看给大家写好了 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要输的是 咱们这个XML.bz2吧 就是articles这个我们下载的文件 然后如果说啊 咱们下载的文件 名字可能是跟我不一样的 到时候大家自己把第一个参数 就是一个文件的名字 改成你的自己的一个名字就可以了 然后右边右边就是说 你输出一个文件名字 这个大家就是 你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你就把它输出成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就可以了